来咯来咯,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分享娱乐圈的新闻资讯了 在娱乐圈中有这样一位女演员 她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 她就是谭松韵,一个备受瞩目的女星 最近,央视风云剧场宣布在1月份连续播出三部由她主演的高分好剧 再次证明了她在演艺界的实力和影响力 分别是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和相逢而行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不少人纷纷表示,谭松韵的演技实力和人气真是好厉害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电视剧锦衣之下 在这部剧中,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角袁金夏 以其聪明机智和善良的特质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她与男主角路易之间的感情线也是观众们热议的话题 通过细腻的表演,谭松韵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 让观众对她的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接下来是电视剧以家人之名 在这部剧中,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一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与两个男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了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谭松韵通过自然真实的表演方式 将李尖尖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勇敢、坚强、善良的女孩形象 最后要说的是电视剧《向风而行》 在这部剧中,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角程潇是一名飞行员 她通过精湛的演技将程潇的坚韧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对这个角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同时她在剧中的感情线也是观众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这三部电视剧都是高分好剧,而谭松韵作为主演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她的演技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也让她成为了央视风云剧场的璀璨之星 除了在电视剧方面表现出色,谭松韵在其他领域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关注弱势群体,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同时,她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和心得体会 当然,作为一个演员,谭松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 在未来相信,她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总之,谭松韵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的出色表现和出色演技深受观众喜爱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着她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展现她的多样才华和魅力 同时我们也希望她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道路上能够越来越顺利和美好 繁花大结局让众多剧迷感慨万千 李自首入狱出来之后,直接出家林子开连锁饭店 没有回黄河路 而汪小姐也已经变成了汪总开放式结局 似乎让不少人都亦有未尽 这一出大戏的落幕,必定意味着下一幕要开启了 没错,要是此时已然甩出了第二张网站 正午阳光的大江大河三 承接热度与关注度 也只有原班人马能让观众不再陷入上一出戏落幕的失落中 每天直播一集,收视率却能连续破1 果然大,IP国民度就是高 当然,除了正午阳光的精心制作 演员到位的演技也是抓住观众的关键原因 时隔三年,大江大河系列重新回到荧幕前 观众惊喜地发现还是原来的味道 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然是王凯与杨硕两位男主的表现 同样是41岁的终生代 这回咱们就来看看中年男演员的演技对比 王凯科班风格,机遇感爆棚 虽然王凯是大男主 但一般这种证据,中男一号往往还没有配角讨喜 就好比宋运辉 也没有另两位男主雷东宝和杨巡仙活有趣 但王凯的表演却让大男主跃然纸上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王凯将这个人物的立体面给演出来了 在宋运辉身上,观众能清晰地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少年气 不是表面颜值上的,而是那种对信仰的执着和拼近 已经成为厂长的宋运辉 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头衔有多么响亮 开篇便是他修屋顶的情景 几乎就是那么一瞬间 熟悉的味道迎面在酒桌上 几杯啤酒下肚 宋运辉逐渐不再只当个聆听者 他打开了话匣子 果然,这时候的宋运辉更加大放自然了 他身上依旧没有完全摆脱骨子里的一些秀气 但一开口也能听出 他这几年的经历很神奇 王凯就是能将青涩与老程两个对应词融合到一起 直来直去的性格 从不允许宋运辉伪装自己的情绪 听到话里有话 他不悦的表情显露出来 眼神却依旧成澈 有了表情 观众马上就能猜到 他下一秒要说什么 然而在转换了身份和场景后 面对不同的人 他老干部气质 立刻散发开来 明明穿着最为简洁 一身刚正不阿的气质 却足以说明人物的地位 气势这么强 一看就是个小领导 王凯从狼牙榜 以及伪装者开始 就一直以云淡风轻的表演风格为主 了无痕迹的表演 就算没有大幅度表情 观众也能get到人物的心理活动 完全就是科班级表演 确实 王凯曾经就被广告导演看中过 后花了一年时间 参加上戏的进修班 接着又被中西和北电同时录取 最终选择了中戏 不得不说 王凯似乎命中注定 要与正午阳光实现双赢 最会拍品质正剧的班子 与五官级整整 又带着点少年气的男演员 果然是天作之和 杨硕又贫又好笑 天赋型演员没跑了 杨硕其实也是中戏毕业 16岁与父亲吵架 一气之下 远赴北京打工 真不愧是黑龙江纯爷们 不得不说 人家还真是老天爷赏饭吃 被一女歌手拽进了演艺圈 在高中都没毕业的情况下 直接考入中戏 果然演戏 还真是一种天赋 虽然这几年杨硕 被不少观众吐槽油腻 但雷东宝这个人物 还真非他不可 这歌能在没有任何一句台词的情况下 将人物的灵魂 注入自己的一朝一世之中 他看到别人穿的人木狗一样 在工厂里时 雷东宝第一反应 拎起袖子给人看了个遍 浑身写满了嫌弃两个字 听到对方想要来套话 拐弯抹角 就是想让东宝 给人加个头衔 雷东宝第一时间将头扭开 虽然一句话没说 但这眼神却充分 开始骂脏话哥 就差翻白眼了 饭局来晚了 其实雷东宝 都不想搭理这些 见风使舵的原厂长 为了给新来的书记一个面子 他也确实只将眼神递给了书记 拿起酒瓶子 就往嘴里灌了一大口 这已经停给面子了 别看哥进过局子 哥更会看眼色 溜须拍马 都是场面人必备的 一看领导站起来了 雷东宝立马跟着起身 而且是自觉地比对方低半头 盯着领导的空酒杯 一直等着机会倒酒 不可否认的是 杨硕在大江大河三中 对比王凯确实有点油 但这么一点点油 与雷东宝的成长环境 以及在岁月洗礼下性格的特点 不谋而合 站没站相 做没做相 但关键时刻 还是能给个面子 这才是真正的雷东宝 胡子拉叉 不讲究发型和穿衣 脾气棒 又是江湖的老油条 从里到外都透着操 恍惚间 我甚至觉得这个角色 就是正五位杨硕量身定做的 其实杨硕全师的雷东宝 与王凯刻画的宋运辉 性格就一个字 直 但两个人的直又不是一个直 王凯演出的那股镜 是江更认死里的直 而杨硕演出来的 是对别人带着弯弯绕藏着心 严子对自己这边是一条道走道 嘿谁说也不行的直 这两种性格又都极具代表性 而且不得不说 两位终生带男演员 都演得非常不错 大江大河能够一路走到第三步 又被央视拿出来 承接王家卫大作延续开年档 足以看出正五阳光出品的质量 不愧是一整年的当头一炮 一边是胡歌 一边是王凯 终生带果然是国具永远的王道 只不过从口碑来看 大江大河 三 或许很难再书写前两部的口碑神话了 不过好在群像饱满 演员也非常给力 至于后面收视率能否突飞猛进 反超繁花的战绩 还要等待后面剧情的更新 不知道你最喜欢谁的表演呢